我想問是否看到有人排隊那些 都應該可以試一下 不是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排隊 所以... 好好看 淋淋寶寶 我們這次的行程就是 爆食和養生 為什麼我不知道你爆食 我帶了一個營養師來旅行 一個女生的趣味 你們會看那個卡路里 這裡就好 164 不會... 它也是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金鈴 現在我來到台灣 這次我是同一個香港朋友 因為他搭晚上機過來 所以稍後再介紹他 這次我來台灣會拍幾條不同的影片 而這個Vlog大家就會跟著我 由到達到離開那一天 我們會做些什麼 突然很大風 這次我來台灣 連郵遊卡都被我找出來 他做了50 聽朋友的指引 因為他就說 如果你不多行李的話 其實搭鐵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你搭鐵 都是35分鐘就到了市區 搭的士也是35分鐘 搭的士就要1000台幣左右 但是如果你搭鐵 就是8多元左右 我的行李就不多 我只剩下一個行李 還有一個背包 因為剛才我發現我搭錯了普通車 其實我朋友本身已經很好的跟我說 是3時10分 但我沒有留意到 然後就上了一輛普通車 但是因為我一會兒 訂了整眼節目 是4時 我怕我遲到 所以我最後是馬上下車 然後轉搭Uber 搭到台北車站 我還是要轉Uber 那不如我早點轉 本身我其實是上次回香港的時候 已經打算 飛一轉台灣 才再回韓國 但我無法夾到朋友的時間 所以最後我回來韓國再約一起去台灣 但我發現這樣竟然比我在香港直接飛台灣 因為你香港直接飛一個小時 應該以前是千多兩千元就可以 但誰知道我朋友預約的時候 他跟我說 預約了機票了很貴 然後我就說你預約了多少錢 他說他預約了四千多元 我超驚訝 因為我是二千多元 我早點預約到 終於是預約中華航空 我剛才才知道原來他是Sky Team Sky Team首先他在Terminal 2 然後再加上我本身是Sky Team 已經Morning Calm那個Level 所以是可以預先check in 然後又可以第一個搭乘這個機 再要第一個行李出來 所以是超方便 完全是perfect 這個timing 回到韓國再去台灣 是會第一個香港直接出發的 但都明白的 因為現在一開關 就很多香港人來台灣 其實剛才我搭地鐵的時候 我隔壁都是香港人來的 很方便的點 第一 你很多東西都不需要怎麼plan 語言通的話 其實你去哪裡都不太服 最方便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的Uber 它是同一個app 其實韓國也有Uber這個app 就叫做UT taxi 其實就是Uber那個app的韓國版 但其實最後都是搭一些普通的的士 來這裡你基本上不用怎麼適應 我還要連手機的sim卡 我也是用香港的張 加多個海外的plan 就行了 完全不用換sim卡 買都不用買 pick up都不用pick up 而且幸好這個天氣 是不需要帶後衣過來 比我預想中來到是熱的 應該之後幾天會再熱些 現在來到就首先跟大家去開箱 我們今次住的酒店 就是這間 Park Taipei美倫大酒店 超級趕時間現在了 幾分鐘就要去做眼睫毛 雖然坐車去眼睫毛那裡是三分鐘而已 但我都很緊張 又是最後一間 為什麼我這麼有美訪問 真的 Yeah 我來到台灣 看到這個景 看到101的這裡 更加有實感 覺得自己來到了台灣 還有其實本身我是打算預訂Airbnb 但是因為太遲預訂 很多漂亮的都沒有了 所以最後就沒辦法 就只是預訂一些 比較平凡一些 普通一些的酒店 但是我覺得都不錯的 地理位置非常之好 開始我要召車了 不行 酒店出來是零分鐘的距離 就是地鐵站 超方便 在馬不停堤開始 我第一個行程的時候 都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這次的旅程 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旅程 因為我的主題是有兩個 爆食和養生 這兩樣東西好像很有衝突 但是anyway 總之這次就是 吃好東西 還有做一些很治療的東西 例如是massage beauty 做眼睫毛 做手指甲 覺得自己來了台灣的第二個實感 就是很多電彈車 現在卸了眼妝 準備開始 我剛才以為會卸了很多張 但其實都沒有了 好可愛 好 第一站 我非常順利 做完眼睫毛出來 我剛開始拍了幾秒 但是我真的極快速是完全睡著了 一睡著了之後醒來就已經搞定了 還要去做的過程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平時我其實眼睛很敏感的 但是都加上因為我今天帶了con 可能就會隔了一點 然後我一向都是很喜歡做一些很日式的節目 感覺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是我最近做過眼睫毛之中最滿意的一次 但是因為我本身的眼睛我電過 所以有一點點囂張 它就說會影響到維持度 但也不要緊 很漂亮一會就OK 現在就回到酒店了 剛才也好像沒有好好的room tour 這個酒店 現在看好像是比我剛才來的時候看的感覺 小小的房間裡面 其實它的空間是非常大 這裡可以放到超多個行李箱 我暫時就放了一個行李箱 然後有個電腦桌 但是電腦桌美中不足 就是它沒有鏡 如果坐在這裡可以當化妝桌用 你說多好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可以出得去的露台 我不知道它容易是想怎樣的 然後這裡就是有個小沙發 兩張單人床 一個全身的 背景還要弄成雲石 一個洗手盆 這邊還有一個洗澡 還有一個浴缸 但現在這個酒店是怎樣的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我這一刻真的很餓 我真的要快點出去找我朋友 因為我今晚預約了8點會吃第一輪的火鍋 一來到 聲音好像想沙 來到最後一天 我聲音又不知道為什麼繼續沙了 我真的覺得是香港和台灣天氣的影響 我在王國是沒事的 這個地方是中山最繁華的地方 我想問是不是看到有人排隊那些都應該可以試一下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排隊 所以這間排隊不一定好吃的 很喜歡日本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每一間店面都幾乎 是啊 其實你不覺得夜市很多時候排隊的都不是台灣人 是啊 我覺得夜市的食物是很有利 比如你看到這裡有很多餐廳 就是你坐在餐廳可以吃到一些有高質但有健康的食物 我們一上氣炸出來就來了一間叫大王千金的Mochi店 這是第一個你沒吃過的抹茶 嗯 哇 裡面有士多啤梨 對啊 這個我聞到很香 它那個麻糬 看到它是積初好像很好吃 嗯 嗯 嗯 好吃喔 不是喔它的麻糬是好吃的 嗯 因為我那時候買是放在冰箱第二天才吃的 哦 我沒試過即食的 那我試試那個花生味 那花生味你會很驚訝 嗯 我不知道 花生熔還是什麼 我覺得它超越草莓 裡面有很小顆的花生碎 每一口都吃到 對 這個花生味現在超級濃 因為它在那裡積初 所以就不會有些放在那裡變硬了的感覺 裡面又不是全部像粉一樣散開 它是有一點點黏性 就是它不會很乾 乾到你要喝水 是濃臭度很高的 什麼 這個很好吃啊 這個芝麻完全是那些 香港的傳統老餅家 好吃 這個是護泥加草莓 很好吃啊 這個是pop store來的 之前在另一邊 那我想是生意太好 所以現在延續了繼續長住了 我之前就在IG收集過大家說一些很推介的珍珠奶茶店 首要飲品店 這次就會統整了一系列網民票選的首要飲品店 做一個自飲的 迷客客 在台灣住的朋友 那他就說這間也是很多台灣人介紹 是啊 上網搜尋它最好喝的就是珍珠奶茶紅茶 Latte 這個很香啊 幫你換了白鶴茶的茶 嗯 是香檸檬味來的 是啊 很Q彈的 還有最重點加分是這個不用排隊 因為我以前其實只是崇尚一間的 首要飲品店 就是天日冥茶 就是很喜歡喝那個913 是比較重茶味的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奶味 這個味道是很特別 很清新的 這間的台式邊路是這位朋友介紹的 他說完之後我就覺得很吸引 因為你說是坐得舒服的 雖然價位比較高一點 那我就預期說高一點 就是幾百元 但是他說 上次兩個人吃了1400元台幣 大概是兩個人加上400元港幣 然後我說 這樣叫貴嗎 然後他還說 平時來其實可以不用預訂位 都很容易進去 不用排隊 是好吃的 所以我們就來了這一間 平時你有沒有吃過尖忌 我一直都吃不到 所以我們暫時是比較不了尖忌 因為尖忌雖然都很多人推介 但真的很難預訂 我想預訂的時候也是預訂不到 沙哥哥 嘩很久沒見了 你不同了很多 你不同了很多 你明明了很多 你下一位做的 中文做的 大家能否認得他是多年前在那條片裡出現過的沙哥哥 下一次出現在那條片已經是以為人婦了 有三款牛 因為他們台灣分得很深的 又不知道是甚麼牛培根 然後這個是兩款不同的豬 剛才能吃到的豆腐 那豆腐是很棒的 它很入味 它的蝦很強勁 通常海鮮煮完之後你會覺得它是小粒 你覺得它更大隻 通常很新鮮的東西未必會縮得那麼厲害 嘩我是剛剛差不多11點半才吃不餐飯 才跟朋友分到養表 都是非常精緻的一頓 Foto吃了3000元台幣 大概每人1000元台幣 200多元左右 非常飽 非常多肉的一頓 現在我終於回去酒店揮合我的香港朋友了 他在嗎 這個背影是不是他呢 林林BB 你之前跟我拍片說創業的 隔壁店的朋友 大家好 今次我們的五日四夜之旅 就是由林林BB帶我們去 其實你化妝和無化妝員沒甚麼分別 我們今次行程就是爆食和養生 為甚麼我不知道你爆食 不是 起碱 顫過失敗的… 完結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這家是開廿四小時 還要年中無休 哇我要睡著了 笑歡迎 好 今天來到第二天了 小晚上我們凌晨4點才睡覺 所以我們今天很晚才出門 今天派出門就是 首先 去吃早餐 最開心就是來台灣吃早餐店 這個是跟以前台中的VLOG沒有分別 早上都一定要吃一餐很台式的早餐店 我最想吃蘿蔔糕 但它都買完了 現在點了一份蔥花餅 然後涼麵 再點一份蛋餅 果然這個系列真的是吃爆的系列 因為我們剛才吃完早餐店 我們又去吃第二樣東西 就是牛肉麵 在逛逛的路程上 已經跟我說了一份菜式 你吃牛筋 牛筋其實是低卡路里的牛肉 我帶了一個營養師來旅行 每一餐都跟我說我吃了多少卡路里 但你不可以喝首耀的嗎 不是 我喝無糖 你喝無糖 無糖 首耀飲品 無糖豆漿 剛才你也是無糖 好不好喝 好喝 很好喝 就是你已經喝慣了無糖 你就會覺得很好喝 這裏上面有個無糖的世界 這裏是半糖的世界 我想問你是開始吃得健康些 之後才做運動 還是做了運動之後才吃得健康 我是一起的 因為一開始我是想瘦而已 那我就168再加做運動 然後做了一下就喜歡做運動 我都會繼續找一些高蛋白質的食物 飲品去飲 所以豆漿 即使是飲品 我也會飲 因為豆漿是有蛋白質的 好喝 不會 鴨條還是低脂 不過有麻辣就有點油 點少辣 香港女生的脆味 你們會看卡路里有多少 這個就好 164 喝了整個 Otmeal是不是沒有那麼高卡 不是Otmeal很高卡 因為它是澱粉 所以真的有那個 Lactose intolerance才會 我呢 怪不得這麼肥 這些沒那麼苦的 你推介 我推介是喝拉蒂 我們現在進來AIRSPACE 這款呢 我穿得有穿 我有它的灰色 然後它有啡色 在這個空中花園那裡呢 吃了一會兒 我們打算再去打骨了 因為其實呢 本來打骨是安排在 走完夜市之後 但是通常走完夜市的時候 就是大家去打骨的時候 所以呢 通常都會沒空 下一集回來 我們還會吃爆 最多位之年的 南機場夜市 還有包車四人遊 這樣去海邊城市基隆那裡 吃海鮮 哇 美味啊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 對啊 就比剛才那個再辣 對啊